大家好,歡迎收看ET才智 Talk 我是Debbie,坐我身邊的是Tommy Tommy很久不見了 為何要找Tommy來呢? 這次真的要捕捉人民幣聲勢 所以找你來講講究竟像不像 我知道你看得很牛 我看了坊間很多不同的分析 對於年底人民幣的匯價看法 我見你是最牛的一兩個 我想人民幣和美元 大家都知道它是反比 但美元今年跌得多 人民幣還未追究 最近的升勢很厲害 只是以今日為例 離岸再岸都升穿了6.85元 中間價都升了5天 大家說 其實我們看回離岸人民幣 由今年低位 例如5月低位 其實反彈幅度也有超過4% 是 夠未呢 是否只是看美金 究竟還有沒有弱勢 美匯指數跌了10% 是啊 很多人見分 美匯指數是102.99 一跌下來變成92.4 是啊 跌了10% 所以人民幣要追的話 還可以追多5% 其實 問題就是 現在你有沒有什麼貨幣 它是有適收的 而又穩陣的呢 似乎沒有 因為沒有一個貨幣有適收的 就是主要貨幣 它簡直就是人民幣資產 現在堪稱 是全球最高息的 最高息的 如果你說大國資產裏面 國債三厘是罕見的 希臘國債都是一厘 意大利出市那間都是一厘 所以相對上吸引 但Tommy 如果我們要拆解人民幣 是否能夠長升長有呢 其實肯定有些因素 我們可以逐個逐個去拆解 剛才你提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美元 先說美元 因為美元最近弱勢已成 高位回了超過10% 很多市場分析師 包括很資深的外匯分析師 都說 都舊起碼有些後臭 但不到多少 又下跌 其實現在又是想找一些低位 如果美元是繼續要再穿位 其實人仔肯定有機會再上 是啊 如果你看一下分析師 某投行 就是以前亞洲區主席 他說美元這次應該是下跌36% 是的 一年內 一年 我看以前美元有何時下跌過36% 其實是有的 由2002年到2008年 那六年裏面 一共跌了36% 主要原因就是美國當時 就是布希做總統 他做了兩次減稅 兩次減稅 他的財赤越來越高 最高的財赤是金融開市時 佔GDP的9% 是 這次特朗普做了減稅之後 很誇張 很不幸運 有COVID 現在財赤是佔GDP的15% 當時9%已經下跌了36% 現在9% 現在只是15% 豈不是真的要下跌36%呢 當然現在沒有當時那麼厲害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歐債危機 現在有了歐債危機 大家知道歐元不是很可靠的 有沒有第二個貨幣可以去代替美金呢 找來找去 現在可能找一下人民幣 行不行呢 有些人說英鎊 真的不知道 英鎊也挺麻煩的 今年最低它見1.15% 現在它反彈1.33% 你買到1.15% 你當然說是 它可以做這個儲備貨幣 但是問題來了 因為它今年年底 Brit Exit的雙邊協議 還沒搞定 剩下3個月 4個月 你知不知道上一次 這個歐元區跟加拿大談 這個零關稅談了多久 談了多久 7年 嘩 所以你說 英鎊現在是強 但是你之後是怎樣 大家都不是很高興 不知人民幣會不會叫胡 稍後跟大家 說一說人民幣現在是國際坊間的 包括跨境貿易 甚至是儲備貨幣等等的應用 究竟有沒有機會追上 不過剛才繼續討論美金的話題 首先Tommy就說 這次美金的跌浪 其實財赤叫GDP 應該是二戰以來最誇張的 預期來的都會繼續誇張 這個影響美金的因素其一 另外我想是鮑威爾 因為上個星期都放了口風 通脹容許 或者高於2% 大家都覺得 還有一段時間都加不到息 甚至QE 上一次 2012年 當耶倫還未做這個聯償局主席的時候 他提出一個叫做optimal control的理論 相同的 他就是說 如果你通脹 是可以容許一段時間高於2% 當時他有說的號碼出來 他可以到2.5% 一段時間 有壓也上不到 現在Jackson Hole沒有說號碼的 現在大家猜 究竟他可以容許的通脹 是高於2% 3個月 6個月 還是多久呢 你又拔回以前 他未達標時的通脹出來 做一個 所謂叫做平均 這個平均如果低於2%的話 就不用加息 如果這樣看下去 差不多五年不用加息 嘩 那真是有排 所以難怪美金大不起 但Tommy 如果我們看兩者的貨幣相對 美金還可以跌多少 首先你第一個目標 如果今年我們照顧財赤這麼厲害 如果我們看回2002年 當時的財赤也開始有 美金一年裏面跌14% 現在跌了大約10% 他大約還有4-5% 換言之 美匯指數大約跌到88% 哦 暫時大約92% 還有少許空間 接著有幾年可能橫行 慢慢下跌 通常去到臨有crisis之前 會跌一下勁 是嗎 即未到 現在未有crisis 那就繼續放長雙眼看 不過剛才Tommy也提到 匯率市場是相對的 即是有時你覺得美國不是那麼好 那究竟中國為首的地方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 有能力支撐著人民幣 長升長有 我想這些長線的投資者需要看通 如果論經濟 論資金流入等等 其實是不是真的一個那麼好的地方 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他的債務沒有那麼厲害 很多人說 不是 計整個社會的債 我覺得應該只是計政府 政府債 如果只是計政府 居民儲蓄其實是大的 如果只是計居民儲蓄 現在是82萬億人民幣 加上商業 加上其他的機構 就是206億人民幣 206萬億人民幣 可想而知 美國的所謂的儲蓄率 其實是很低的 近來是高一些 有見過30多個百分比 現在又跌回19個百分比 遲些它又跌回下去 這個就是說 它如果是有自己 有資金不怕走 我想中國有一段時間都不怕走 第二它有資金入 你看到譬如債券通 現在每天成交額 大概是200億人民幣 現在開始了債券通 到現在 外國人持有 這個中國債 是2.67萬億 所以我們一說出了1萬億 對 很厲害 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說的貿易 因為貿易戰 美國要打殘中國 事實上 中國的貿易的順差 在2015年 是去到5900多億美金 但是161718年 年年都跌 跌14% 17% 但反彈了 對 到19年 它反彈20% 2020年 今年到7月 如果同比的增長 7.7% 即是說 你有COVID 有其他麻煩的東西 中國的正出口 現在是正號碼 換言之 它是會收入多了外匯 收入多了外匯 你看看 你肯不肯將美金保存在 做外匯儲備 現在你1萬多億 擠在美國的國庫債裏面 美國一反面的話 不還錢 你說你那些收入 是否這樣又怎樣 唯有 一切就轉了去人民幣 這個 這個很多人討論 說真的 不過真是半信半疑 是不是 但Tommy 你提到貿易相關 你很難不將人民幣的走勢 和中美貿易的戰爭 去掛勾 通常我們以前 有時做節目都會覺得 很奇怪的 非正式統計 逢親打仗 他們兩邊 人民幣就會開始轉強一點 因為好像叫做善意一點 但是當關係一好一點的時候 人民幣又會走弱一點 是不是 人民幣有幾時 它是願意自己走強 就是當未開會之前 譬如你說我們要談貿易協議 未談貿易協議之前 他就強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美國就說 你又操縱人民幣 又要它弱 所以我們當然是 Hast Terms 給你 所以如果每一次 有機會 去談貿易協議 中國其實是願意 現在人民幣的 所謂中間價 他可以有逆周期欣致 是的 你都不知道他在玩什麼 他搞逆周期欣致出來 比他強一點 即是給他一個橄欖枝出去 好像現在這樣 蜜月期 現在有機會 特朗普有機會輸 是吧 有機會輸的話 換了拜登 給拜登一個橄欖枝 大家再開會談談 人民幣現在我又給他升 會不會關稅有機會 會減少一點 是吧 Tommy 其實說關稅 有時候我在想 因為今明兩年 中國都要入 差不多美國的產品和服務 是兩千億美金 一年他答應是兩千億 是的 但是現在執行了大約30% 是的 他還沒執行夠 所以我在想 其實他的匯率轉強 對於他入口其實是有利的 會不會是成為一個國策 匯率轉強 其實可能是整個經濟結構 改變其中一個要素 這個已經不是一個壞的事 因為現在講經濟相循環 又要有內需 又要有內循環 內循環如果你說入口有東西的話 其實人民幣的幣值是高一點的話 入口便便宜一點 便宜一點會刺激到消費 所以其實他將優勢 擺在內循環 有些人道多於出口 可不可以這樣說 即是有些政策上的轉向 還有他出口 以前我們都知道 中國是做了很多 譬如說中間的貨物 intermediaries 他都是入口加工出口 現在其實他可能 他可能入口不是從印度等等 或者越南入口 反而他現在做的是直接入口直接出口 所以不是需要人民幣真的弱到這麼厲害 因為他很上游的東西 現在他想自己去研發 OK 那這個晶片和芯片 需要入口 現在不需要再入口 不是不需要入口 是沒有人讓你入口 不讓他 所以先搞定自己的內稅 可能變相人民幣轉強已經是 少少國策的定調 來一個大方向 我覺得這個可能 是吧 因為你之前都曾經跟我說過 人民幣有時我們看 每幾年其實會有一個循環 特別會有一些特別重大的日子 我們會記得 即是我有些很小的時候 即是1994年都曾經匯改過 但比較近一點 我就記得 其實我那時都還在做 即是自己在做節目 就是05年匯改 721 另外就是2015年的811匯改 每次的人民幣都搓得很厲害 你覺得短期內 其實會不會再有一次會改呢 我想這次就不會的了 因為這次 如果說會改的話 就不是有太大的藉口 因為上一次811會改 是有藉口的 當時因為太多人做吐息交易 因為人民幣 大家都知道它息高 其他地方的息低 美國就接下來要加息 如果你等美國才加息 跟著你才去做這個所謂會改 即是通知大家人民幣 是可以貶值的話 那一下貶值可能很厲害 那時811會改 我記得一眼睛 突然間不見了千多點子 當然 你那時應該很忙 你811會改又是2% 2005年7月21日 它升2% 那你2015年8月11日 就跌2% 是的 有時我去想 你現在中美的關係這麼波動 你都感覺上 整天都會說要去美元化 而中央最近都出了很多 不同的口風也好 說要繼續加大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 是的 在波動方面有效管制 有效控制 然後你會開始看到 數字人民幣的推出 同時大家都會在想 究竟在匯率政策方面 會不會因應要跟美國打仗 又說怕別人的圍堵 而開始做一些改革 我想怕圍堵 也是一個主要的問題 美國就用這個 所謂的美元爆的權力很久了 現在連盟國都怕了它 如果盟國又怕了它 敵人又要防禦它的話 現在的科技事實上又是支持 你不是真的需要將貨幣去做結算 不是真的要搬貨幣 或者在帳戶搬下去 你有一個帳戶 有一個錢包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人民幣推出 如果真的成為亞洲的一個區域的貨幣 將來是有機會跟美元抗衡 多少年之後 這個我不太敢說多少年之後 但是趨勢就應該是這樣 因為Facebook都要做一個Libra 做來做去 中央銀行都說不給它 現在中央銀行自己做 沒什麼不給 其實都不是現在方家說的虛擬貨幣 因為人家是去中心化 這次人行做的就是集中中心化 人行央行自己控制 是的 你這個虛擬貨幣 就說decentralize 現在它幫它centralize 但是你說這個美元霸權問題 就是很好討論點 你就說假意時日可能有機會抗衡 但是如果我們看的數字 就真是無數的那麼多盤冷水 盤起來 當然 哪裏挑戰到美金 你看看美元儲備貨幣佔全球的比例 超過60% 是不是 很多貸款跨境貿易 其實都是以美元為中心 你只是計算那些Maswitha 即是美元佔整體交易40% 你怎樣跟我說人民幣可以挑戰呢 在測世的大戰之前 這個英鎊的價位 比起現在是高五倍 你如果是當時計算的話 因為英國殖民地多 現在美國就沒有殖民地 不過因為它有霸權 不只是美元 它還有武器有軍事 所以很多人都要聽話 以後如果大家分崩別離 又不聽話的話 其實你有版可以看 英鎊它可以這樣跌下來 即是美元 如果我們看特朗普上場到現在 它是不同國家的儲備貨幣 那個份額已經跌了大概4.4% 歐元這個這麼不濟的貨幣 在這4年裏面 它的份額是上了1.5% 也有2成的 1.5%的儲備也有2成 但人民幣是多少 2% 正因為它是少的 所以它就有機會上 整體空間大 我想你說得對 始終都要有某個程度 那個可兌換性才行 我剛才跟你說 以前可能內地可能有少少憂慮 你一天兌換的話 那些錢可能會走 現在不會 現在你看到那些錢其實正在進去 無論你是債券通 或者是這個北向通的 A股 股票 健康牛 健康牛等等 那些資金都是正在進去 那你820萬億那個居民儲蓄 你說沒有正確的渠道可以走 其實都有其他渠道可以走 但是在這兩年 過去的兩年裏面 其實總儲蓄 這個206萬億 是比起兩年前多數20% 所以是升的 即是當這個經濟是在跌的時候 那個存款是在升的 不要大家經常說它走資了 我明白了 這個給大家一個參考 不過講到尾大家都想知道 就是Tommy 你一個紙相 你都比較牛的分析員之中 看人仔 利安 現在很多人看 就譬如6.5先 先看 感覺上今年去到什麼位 最樂觀 我想今年最樂觀 大概是6.7 因為上一次 事實上 就是貿易戰開始打的時候 它都是這樣上一個水平 就是跌下去 當然6.7它停一停之後 就要看一下 那個美金自己生不生性 即是明年究竟 它是不是換了拜登做總統之後 接著有很多福利主義 很多支出 搞到那個財赤 可能去到GDP20%以上 那美金真的沒有人走 那應該用什麼工具去捕捉人民幣的聲勢 我想大部分人都說 哎呀做人民幣定存 現在有些都挺吸引的 即是擺幾個月都有連息五厘 如果連息五厘 就有很多條件 我相信 普遍來說 連息它都是給到兩厘多 如果我們說 這個軟期的價格來計算的話 應該可以給到兩厘半以上 兩厘半以上 如果你說兩厘半不夠的話 買債券 點心債有些是三厘以上的 三厘以上 都有些大名為主 是不是選擇的 有 譬如九倉它有三厘以上 譬如有些銀行 澳洲的銀行 它三年期的債券 它都是三厘以上的 人民幣國債的話 兩三年的都是兩厘多 人民幣國債是最穩陣的 現在十年國債就三厘穿了 之後很穩陣 其他年期的那些都在上去 所以 不過這樣 十年太長 因為你買了之後 你真的等在這十年 因為它懂得上 懂得上 你的債價不會上 你唯有十年 你就坐在那裡等十年 所以你買三年到四年 就好了 通常那些private bank 那些客戶 如果捕捉人民幣資產 是不是都是選擇點心債為主的 是 當然 如果你說 它不是看人民幣資產的 它只是看這個 就是中國資產的 它就不必用人民幣買 那買什麼 它可以買美金的CD 譬如說 某些中國的商業銀行 他們離岸出的 就是美金的存款證 買了一堆存款證 然後你給它一個 我們這些散戶的 就會想 人民幣計價股票 可以不可以 就是ETF 可以不可以 那些都是好選擇的 都可以選擇的 譬如說 這些3188 但它有個 八字頭 八字頭 它有個八字頭 在之前 這813188 其實它跟CSI300 那個很貼 很貼這個 就是護心300 護心300 護心300 其實我們看過 它從 譬如去年9月到現在 它都升了20% 是的 今年年頭到現在 都升了超過兩成 是的 其他有些大名的 譬如A股那些 大家都可以捕捉一下 A股我覺得 國有銀行 不是國有銀行 就是大的 這些 就是四大行等等 麻煩有些 因為今年 要讓利 要讓利 一萬五千億 大家這幾天 都可以看到 結果 但是 譬如平安 這些 不是國有銀行 而且 那個 數位化 或者數字化 做得很好 所以 你可以看一下 這些 當然它派息 不是太高 它大概派幾色 但是你要派息高的話 長江電力派息高 三幾 還有 就是其他 譬如說 你說 貼合這個 切合這個 譬如科技 你切合科技的話 譬如說 Star Power 那些 海康威視 海康威視 或者是一些 我們講 做晶片 做晶圓 現在都開始 有些 出路 所以大家看一下 會不會跟著 這些聰明潛入 譬如 以海康威視為例 你今年 年頭到現在升 都升到差不多 超過一成 如果我計算 它的低位都彈了 差不多四十個 這些是 其實 很多 就是 我們說 PB 或者是其他的 就是 走上去 這個 深圳 或者是上海 其中一個 幾大 就是 大家的目標 是嗎 好 大家可以留意著 不同的投資機會 總之 和Tommy經過這麼久 就知道 人民幣長語來說 都是提升 大家可以用不同的產品 去補足它的升勢 今天謝謝Tommy 和我的分享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見